多地傳出的災情 中國國台辦也發聲明表達 是誠摯的慰問還有救災協助 就連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副代表耿爽 也表示感謝國際對台的同情關懷 但同一時間國防部就爭獲了 是高達30架次的共機頻頻的擾台 對此立委王定宇就算了 這簡直是假好心